北戴一空一切 台湾定規基盤 关乎基盤纪念品文成品和传品的政策作业 在一位17号进行第一阶段的策创作业 由5名专家合价丹致平信委员 他会对538个的5名参加上品当中 来算出300个建设第1阶段的网路票赛 外党竞争结立 主办团队也平时希望借由日空一切台湾定会 来行销台湾制作的优良商品 日空一切台湾定会就分年来基盤 为了行销台湾制作的优良商品 关乎基盤纪念品文成品传创作业的政策活动 保命参加的驾驶真有用 今年我们为了征选明年2017 台湾这个灯会的指定伴手里的这些产品 所以我们让县内外的所有的 这个优质的这些农特产品都能够参加征选 总共呢我们有收到538件的这个相关的产品 那县外的就大概130件 占了四分之一之多 第一阶段初选作业有5名专家 学者来担任平心委员 并且选出300件进入第二阶段的望楼票算 华东竞争极力 今天的我们主要的一个评分的一个几个标准 主要是第一个强调我们的所谓的MIT的在地性 避免有一些国外的产品进来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他们基本的 我们产品的营养的基本的八大标识 还有是不是环保 不要重复过度包装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评选的一个重点 经过第一阶段的初选 第二阶段的望楼票算 最后将选出150件的优良商品 提供全国的UK来采港 我们明年2017台湾灯会就是2月11号开始到2月19号开始 我们会以一个专柜outlet的一个方式来做呈现 变成我们的一个指定的伴手礼文创纪念品的这个代表商品 这一次的商品是全国性的 不是光只有银银线 那希望在这一次的商品 让在灯会的时候更有创意 然后让全国的民众能更加的知道 台湾有这么美好的一个文创商品 还有一个伴手礼跟纪念品 日空一日台湾灯会的基盘 关乎以高中带来一千万人家的人条 除了行销分年的观光路由 也行销台湾製造的优良商品 既照欢迎昆叉红报导 除了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